第十五章 主是真葡萄樹 我是真葡萄樹 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 他就展去 凡結果子的 他就修理乾淨 使枝子結果子更多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 已經乾淨了 你們要常在我裡面 我也常在你們裡面 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 自己就不能結果子 你們若不常在我裡面 也是這樣 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枝子 常在我裡面的 我也常在他裡面 這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來了我 你們就不能作什麼 人若不常在我裡面 就像枝子雕在外面枯乾 人拾起來 淨在火裡燒了 你們若常在我裡面 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 凡你們所願意的 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你們多結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榮耀 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當效法主的愛 我愛你們 正如父愛我一樣 你們要常在我的愛類 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常在我的愛類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常在他的愛類 這些事 我已經對你們說了 是要叫我的喜樂 存在你們心裡 並叫你們的喜樂 可以滿足 你們要彼此相愛 像我愛你們一樣 這就是我的命令 人為朋友寫命 人的愛心 沒有比這個大的 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以後 我不再稱你們為伯仁 因伯仁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 我乃稱你們為朋友 因我從我父所聽見的 已經都告訴你們了 不是你們簡選了我 是我簡選了你們 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 叫你們的果子常存 使你們奉我的命 無論向父求什麼 他就賜給你們 我這樣吩咐你們 是要叫你們彼此相愛 恨主者 必恨信主的 世人若恨你們 你們知道 恨你們已先 已經恨我了 你們若屬世界 世界必愛屬自己的 只因你們不屬世界 乃是我從世界中 簡選了你們 所以世界就恨你們 你們要紀念我從前 對你們所說的話 博人不能大於主人 他們若迫白了我 也要迫白你們 若遵守了我的話 也要遵守你們的話 但他們因我的命 要向你們行這一切的事 因為他們不認識 哪差我來的 我若沒有來教訓他們 他們就沒有罪 但如今他們的罪 無可推毀了 恨我的 也恨我的父 我若沒有在他們中間 行過別人 未曾行的事 他們就沒有罪 但如今 連我與我的父 他們也看見 也恨悟了 這要應驗他們 律法上所寫的話 說 他們無故的恨我 但我要從父 那裡猜保衛師來 就是從父出來 真理的聖靈 他來了 就要為我作見證 你們也要作見證 因為你們從起頭 就與我同在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 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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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